大家先请合照 各位法师各一句大家阿弥陀佛 好 我们还到课本145页 上次讲到158经 158经是讲到有宿命都知道过去的 这个其实这本经可以跟166经对看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不是说等一下 下一次会讲到 看到148经 148页 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158经这个 144页的158经上一次讲的 那么可以跟这个148页的166经这里对看 因为这里是讲到宿命通 那166经是讲到天眼通 可以知道未来的 可以预测未来的 那这里是可以知道过去的 那么在这两个可以对照 就是说他重点不是在 你看见的过去重点真的假的 那不是重点 你能够预知未来 未来真的假的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执着过去跟未来都是真的 重点在这里 那我们是说先讲一下 就是说因为我们讲了这个 这个知道宿命通的 然后这里有天眼通的 知道可以预测未来的 好 那这个我们下次会讲到再来讲 好 就是说我们 这两个实际是可以 可以互相对照的 好 那现在来看 145页的159经 好 他说这么讲 他说有一天 佛在齐人精涩 那么这个时候 士尊告诸比丘 信心善男子 那么 于佛法有信心的 我们讲有正信的 善男子 应该这样想 我应随顺法 我应该随顺于法 其实我应该跟佛法相应 那么趋向于法 随顺于法 那么随顺 基本上是 身口意 那么要跟佛法相应 那么就是你的心 随顺基本上是这样 随顺于法 就是我的心 有趋向 有趋向解脱的意愿 佛法是要解脱的 那么我的 我的行为 那么 有相应于 解脱的行为 就是我的心 有相应于解脱的意愿 那么 有趋向解脱的意愿 有相应于解脱的行为 这个是 依止于法 随顺于法 正信于法 基本上是这样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 他说 信心善男子 应作事念 我应随顺法 那么 归于法 其实就是这样 那 我当于色 多修 愿离住 于受想行事 多修 愿离住 好 那这个愿离住 我们先 先知道 愿离欲 灭尽 我们说 阿含经里面常见的 两个简单的修行次第 一个是愿离欲灭尽 愿 离 离就是离欲 然后灭尽 有时候讲灭跟尽 灭尽 其实是灭尽你缺烦恼 灭尽你缺苦 有些人会讲 未犯离 或是苦疾灭到 苦疾灭未犯离 或是苦疾灭未犯离 疾灭到未犯离 有些人讲这样 未犯离 那这里 焰离住 他这里讲 愿住 住是什么呢 住是不改变 持续的 这样 通常 住是叫做不放异住 阿含经常见的 我文法后 当独一进处 专精思维 不放异住 那么 独一进处 这个是阿含经里面常见的 住其实就是不改变 身住意灭的住 保持那个状态 独一进处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那么 专精思维 专精如理思维 放异其实就是在五欲上 身心 身心在五欲上 那么这个叫放异 就是说 你 一般来讲 那你就是 精进 而不放异 那放异其实就是身心 身心在五欲上 那么 独一进处 专精思维 不放异住 住 就是在这个状态下 住在这个状态下 就是你心 住 就是心 常常在这个状态下 那么 怨离住 他这里讲 怨离住 那我们来看 那 这里说到 他说 信心善男子 应做事念 我应随顺法 那么随顺法 什么叫做随顺法 那么随顺离法 法是什么 法是甘露 法是清凉 法是解脱 法是离戏 离戏服 法是灭苦 那么 所以 这个简单讲 就是 真正 对佛法 有信心 有正信的 这里主要强调 有正信 如果在 第一经 我们翻过来看 第一经好了 第一经在 第一经 我们可以对照看 这样会让我们 更明白这些经的道理 第一经在 第几页 就第一部经 扎喊的第一部经 好 看71页 你可以对照这个看 一样 其实他是讲一样的东西 只是一个 说证件 一个说证信 基本上是这样 看第一经 71页 这个我们说过了 你看 单官设无常 如是官者 则为证件 证件者 生厌离 厌离者喜贪静 喜贪静者 说心解脱 如是受想行事 无常 如是官者 则为证件 你看那一样 证件 然后生厌离 厌离者喜贪静 喜贪静者 心解脱 心解脱者 有解脱之鉴 你看他这个次第 然后我们就翻回来看 那一样是这样 他只是 只是 证件变成正信 一样 你看 一样 我们先把这个经验完 你就知道 其实你把它对照起来 是一样的 那么 信心善男子 就有正信的人 有正信的善男子 善女人 应该这样想 我应该随顺旅法 那法其实就是解脱 所以我当于社 其实就是五运 修厌离主 就是我要常常这样修学 那厌离 那你因什么而厌离 因无常而厌离 那你看 于社受想行事 那么你都要厌离 那么为什么说在五运上修厌离 就是而且你心要圆这个 住就是你心 你若一日到若七日 或是你心相续于这样的观 相续一样 心相续住 那么这样一色得厌 所以他说多修厌离住 厌离 厌离住就是你的心 常常在修学厌离 那因为厌离之后 那么你的烦恼就减少 那不断不断的就怎么样 就会把烦恼不会升起 那么渐渐调伏 然后难至于能够断烦恼 然后断尽一切烦恼 由断烦恼 由厌离五欲 因为我们的烦恼 根源是什么 根源是贪爱 贪爱 那贪爱当然是由我建来 就是我爱 我爱我所爱 那所有的 所有生死的根源都是贪爱 欲贪 涉贪 乳涉贪 那从人来讲 那么这个欲贪不离开五欲 不离开五欲的贪爱 所以有喜贪俱行 比比喜乐 就这种爱 那它是由我建来的 但是你要先调伏贪爱 那么所以它这里讲 那么你调伏贪爱 你之前一定是先要控制这个贪爱 那么你怎么控制呢 我就很喜欢 你要修厌 厌患 所以未患离 另外一个词律就是未患离 你贪爱了 你要思维它的过患 而能远离 那思维它的过患 那么你修无常想 修苦想 你就不会 你就不会 执取这个境界 所以 这个叫做苦患想 那 极乐世界 净土法门的 这个 宴离 说佛 其实跟这个经是一样的 他在讲这个道理 你要宴离 说佛就是烦恼 说佛就是 砸懒的世间 那砸懒的世间是什么 砸懒的世间就是 你的心砸懒 心砸懒 业砸懒 所以 果报杂懒 国土杂懒 所以他 其实净土思想 他重点是要让你 回到 阿安经里面这个 那个杂懒心 你身在杂懒的世间 而不跟杂懒相应 跟什么相应 跟解脱 清静相应 所以他要你 他要你 出莲花 出污泥而不懒 像莲花一样 那如果你能够 生起这个艳离心 艳离是个缩婆 不执着这个缩婆的无欲 那么 你 你 就是莲花化身 基本上是这个杂 基本上他的道理是一样的 但是他先给你一个目标 给你一个远景 让你能够修艳离心 那大部分的人没有从 这个净土法门修艳离心 反而修什么 修到懒爱心 爱懒心 那这样其实 他 他并没有 就是说 他变成 生起两种心 一个 爱净土的心 一个 一个 正 正 说婆的心 变成有爱正心 那他其实不是 他其实不是这样 他艳离说婆是 像这个艳离一样 修艳离主 你的心 因为你知道你的目标 是要到极乐 极乐其实就是虐磐 就解脱 极乐 最高级 最究竟的快乐 就是解脱乐 涅槃乐 那基本上 这个是佛法讲的 这个是佛法讲的 所以他叫你 艳离说婆 心求极乐 其实就是 第一经跟159经 讲的是一样的东西 是一样的东西 他要你 对这个说婆 不爱懒 然后心要向解脱 向涅槃 那你心向解脱 你就不会懒着 现在 就是 就好像一般人家的成语 叫做 家机有粮 贪锅尽 也贺无粮 家机有食 贪锅尽 也贺无粮 天地宽 因为他的目标 要演干嘛 他不会只走在那几个 几个吃的东西上去 因为 你觉得这里有好吃的 你不用那么辛苦 就有好吃的 你就贪吃 养大了 就被人家抓去杀了 很快就 你就一直在那边吃 无忧无虑的吃 那无忧无虑的吃 久了就被人家杀了 那个也贺无粮 没有 他的目标远大 所以他不会在意 这一些小利益 那我们 我们就好像人家 养个鸡一样 谁养个鸡 死神养个鸡 对不对 养大了就杀了 对不对 你没有像解脱的医院嘛 你都 就魔王养的嘛 魔王死神 魔就是葬道的 就魔王养的鸡 天天给你 喂好吃的 无欲享受 你就 你就欢喜啦 这个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已经很幸福了 我这样过一辈子 然后长大了就怎么样 杀了 被死神杀了 对不对 他杀了 他再养一匹啊 又充小鸡在养啊 我们就好像这样 那他现在告诉你 你不要贪恋 眼前这些 好吃的 好住的 就无欲嘛 你眼界要放眶一点 外面的世界更宽广 也和无良天地宽 那其实 类似像这样 那所以他告诉你 要艳离说佛 心求极乐 看这个经讲的一样 你要修艳离主 那么要有怎么样 要顺谁顺于解脱 是不是 是不是一样 你想想 是不是一样 那我们不是哦 我们很多修净土的就变成 哎呀 那么贪爱那个极热的 黄金铺地 七重螺网 七重螺笋 七重蓝笋 七重螺网 七重宝格 那么就觉得 去那边 然后 然后这个 那个 我不用在这里 修那么辛苦 我只要好好念 我去那边 我就可以得到 比别人更快 更容易 更多的享受 然后 就一直觉得 跟极乐世界 比这个世界 就越看越烦 这些人越看越烦 那么 就升起爱正心了 那这样反而 反而不对哦 他叫你 厌礼娑婆 不是叫你 正恶娑婆 厌礼就是 你不懒着 不放异 不放异在武艺上 不懒着在 这个烦恼上 心无杂乱 那当然 一开始不容易嘛 所以 一开始不容易 才叫你修嘛 如果容易了 你就不用修啊 对不对 就好像鱼 不用学游泳啊 本来就会了啊 那我们不会了 要学啊 一样 厌礼心 对我们来讲 因为我们是 欲戒的众生 欲戒的众生 他本来就有 贪婪 五欲的习惯 那么你如果 没有修厌礼 你很容易 遇到境界 你的心 就跟境界相合了 所以你要厌礼 这个不行 那你要修厌礼 厌礼的时候 你慢慢慢慢 能够察觉到 他的过患 或是心 先思维 他的过患 而不懒着 那么虽然会懒着 也懒着不深 懒着不深 因为你心里面 有厌礼想 你有过患想 所以你 不太容易懒着 懒着了 也不会很快 依照我自己的经验 你说不懒着 也有点困难 当然是 如果你心里面 常常有这个意愿 我是要九丁的人 我是学佛的人 我不应该常常这样 那么 你又会怎么样 你又会稍微远离一下 会的 那你说一开始 你知道这个事过患 你就不懒着 除非你过去 素食很有修 那么这一次 一点就通 要不然的话 通常都要 这个修学一阵子 要养成一个习惯 以前的祖师大德讲的 还有憨山大师也讲 那么修学佛法 就八个字而已 两句话 守者转身 身者转守 你最熟的就是 五欲的享受 五欲的追求 五欲的享受 那么你最不熟的 就是什么 离五欲 念离五欲 你最不熟 那么所以 你必须现在 要把你不熟的东西 就是佛法 那么修学佛法 那么这个不熟的东西 要把它变熟 那么修学佛法不是 我们天天念经 天天 天天听经 天天念经 不是 念完了 听完了 思维它的道理 那么能够用在 我们内心 真正内心 所以我们讲 第一个 第一个是 要趋向解脱的意愿 趋向解脱 就是念离梭婆 趋向解脱 因为心求极乐 才能念离梭婆 梭婆是什么 梭婆是夜报的 是苦 是无常 是烦恼 是杂然 那么叫做 看人世间 那么所以 叫做五卓二世 就是它是 夜杂然 烦恼杂然 果报杂然的 那么你要 这个都是从 这个果报 这个五卓二世的果报 是从你的杂然夜而来 贪嗔痴的杂然 二夜而来 那么对五欲的贪爱 那么对没有得到 五欲的震恨 那么不知道要出离生死 这种贪嗔痴的夜来 那么你这种夜相应的 你就会感召到 五卓二世 那么这样的五卓二世 是由于你的心 你的心 不断地跟五欲 跟烦恼相应 如果现在要训练你 告诉你 你现在所揽走的这个五欲 是有过患的 它未来会带给你痛苦 你必须要有所警觉 你说要我们现在 一下子抛离五欲 老实讲 也有一点困难 但是它不是要你都不要五欲 不是哦 不是这样哦 而是 你即使在享受五欲 你也不要太 执着贪恋这个五欲 那要怎么做得到这个 难道 有些人就会讲 那 我去水果店买水果 我都会想要挑好的 那这样算不算贪 这样不是贪 你有五块钱的 想要跟人家买十块钱的水果 那个就是贪 你用五块钱的 你在五块钱的一堆里面挑好的 那个不叫做贪 那个是你用相当的价格 去买你应该得到的东西 要不然你就专门 去挑那个烂的水果 那个虽然没有贪 但是也不能讲没有贪 你就是贪功德 那么那个有一点 我觉得跟贪不完全相应 但跟吃相应 那应该也不对 那你说我去买一个水果 那么这个就贪了 我喜欢吃好的就贪 喜欢吃好的不是 不一定是贪了 就是说你一般人 当然一般人不容易脱离 吃好的 穿好的 睡好的 你就给我 那么同样的菜 如果自助餐给我挑 我当然也吃我相应的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的挑 那我也不要起烦恼 这个我就随眼吃 如果有的挑 那当然我挑我喜欢吃的 那么一般都是从这里开始 就是说 你先从不正恶 你得不到的东西 因为我们讲爱有四种 那就是自体爱 后友爱 这个我们先放着不讲 先讲从爱这个地方 就是对五欲的爱 爱来 欢喜赞叹懒着 那欢喜赞叹懒着 一直在欢喜赞叹懒着 这个叫肩住 住 你看 因为 我们常常读 常常读 所有的东西我们就很熟 就这么溜 那这种熟的东西有助于 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 我们这个观念就会生起来 我现在是欢喜赞叹懒着了 没有 欢喜是欢喜 但我有没有懒着呢 你看 这个层次不一样 欢喜赞叹懒着 坚住 那我们要常常跟我们所学习的 学习过的东西 互相印证 互相发明 这里一样住 像他讲燕离住 燕 那么离 住 一样 住就是不舍 相续不舍 这个心相续不舍 如果 如果从十二元起来讲 污名行事 明色六六路 处受爱 取 又就被人取 爱 那我们说 这个爱主要 比比喜乐 对境界 对境界的 那么对境界的 一般来讲 自体爱 那自体爱 自我爱 跟后有爱 这个有时候叫可爱 自有爱后有爱 那么境界爱 境界基本上不离开五欲 不离开五欲 五欲的境界 五欲五成的境界 五欲五成的境界 义得的 慰得的 习贪俱行 习贪 习跟贪 欢喜 赞叹拦着 习贪俱行 这个可以叫做 习贪俱行 那么 慰得的 比比喜乐 慰得的很多 就喜乐 其实就是比比 就很多很多 慰得的 那么就是 于这个境界上 欢喜 那么爱乐 一样 那基本上就是 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境界 然后之后 你就会造业 因为 爱取之后 那么 他那个心很坚定 就是他会造作 那么就有业 那心 非常坚固的心 他本身就是一种 一种花叶润身的 这样的一个力量 那之后 就会有有 爱取有 那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有就有生死了 那他现在要你 他现在要你 厌离住 那如果是在我们 比如说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那么其实 我们说 第一个就是要 解决心 当你对一个东西 一个人 一件事 不外乎人事物 一个人 一件事 一个东西 不管 反正这个就是 这个叫做书行 这一切现象 等一下他会讲 等一下我们慢慢看 慢慢说 那么 就 世界上的一切现象 让我们心 会动乱的 会在意的 会痛苦 会欢喜的 他不会有这几种 那么 当这一些 当这一些人事物 你发现 其实 他这个经 听起来很简单 你看第一经 也是这么讲 他是第一经 但是 杂涵经的第一经 到第四经 就是 都是一样 但是 但是是无偿 苦 空 无我 他是有一个 次定 我也到第一经 你就知道 他是这样 无偿 苦 空 无我 他有无偿 生厌礼 他有无偿 生厌礼 因为你知道 他是会变化的 那么 不管 不管你深爱一个人 深恨一个人 那么 非常喜欢做这件事 非常讨厌 这件事 非常喜欢这个东西 非常讨厌这个东西 常常有 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有 即使我我也会有 但是 我们要有警觉心 这种非常喜欢 跟非常讨厌 他就是 爱的对面是什么 是正 那爱正都是一样 爱正其实是一样 他只是反面的而已 爱正是同样的 从贪爱心所起来的 但是正比爱 更激烈一点 但是有时候也难讲 但是正不成就爱 所以他是更强烈的爱 你更强烈的爱自己 那你对我 我觉得你会伤害我 或是你伤害了我 我就非常恨你 我非常恨你的原因 是我非常爱我自己 那么我非常恨你的原因 是你伤害了我的国家 伤害了我的民族 伤害了我的人 伤害了我 是不是 所以他其实 正是由爱而来的 有爱才有正 我虽然也讨厌你 但我不一定震恨你 我觉得那你跟我又没关系 对不对 那我讨厌一下子 我不会一直在讨厌你 我不会一直讨厌你 为什么 我不管你 我才不理你 因为你也跟我没关系 你也骂都不是 我看你骂人 我也是很讨厌 但是讨厌一下子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 对不对 或是我根本不记得你是谁 因为你没有伤害到我 或是你伤害的那个人 是我喜欢的人 那就不一样了 那个就会什么 就会坚住了 就会住 那个心就一直在那里 一直在那里 记忆深刻 所以爱之入骨跟恨之入骨 都入骨 入心入骨入水 那我们现在如果像 他教我们这样说 要修厌理想 那怎么修厌理想呢 难道我要讨厌一切人吗 难道我也远离一切人吗 当然不是 我是要远离一切人 远离一切事 没有拥有任何东西吗 不是 不是这样 而是说 当你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假设你的心 很明显的 所以你常常要观察 你自己的心啊 有没有很明显的 那一种浮动 浮动就是你看到 哇 非常的激动 那个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自从你拥有这件东西之后 比如说 你家有一个乾隆的碗 哇 你每次看到那个就 久久非常激动 那一天差点打破 把你吓得半死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心 非常执着的这个 那你天天 自从它差一点打破以后 你就天天担心 它会被谁打破 赶快拿去哪里 赶快拿去保险库装放着 保险库又怕被偷了 就拿去银行的保险库放了 银行的保险库 好像也不安全 如果地震来了 撞坏了怎么办 反正你就天天担心这种事 是不是 好 那么这样的话 那个就是住 就是你心常在这种人事物上 好 那现在我们怎么修燕礼 燕礼说起来是燕礼五欲 那么自己它就是五欲的范围里面 浙身相畏处 它不离开 不离开这些人事物 它就朱行 那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这个地球有一天会不会毁坏 会啊 你所有的什么宝贝 会不会跟着坏 会啊 不要说地球毁坏 不要等到地球毁坏 等到你哪一天的身体毁坏 那个都不属于你的 对不对 你说了几百年 你只是替人家保管而已 你以为 替人保管而已 你以为是你的 等你没有的时候 连你的骨灰都不是你的 真的 你以为那个骨灰就你的 不是 你的肉也不是你的 都是那些虫在吃 你的骨灰也不是你的 那些树等一下变成蛋白质吸收了 什么是你的 只有你的叶是你的 当然 法身是属于无肉业里面的 界定位 你的界定位解脱解脱之间是你的 你的贪嗔吃慢疑是你的 其实不是你的 好 你从这个地方 所以他第一天跟你讲什么 要如是观 有没有 观无常 观无常 因为你已经知道 这个不是你的 你不会练着 不会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么你常常要观 你现在所拥有的 你现在所拥有的任何的东西 不管是什么东西 你会不会懒着 你如果很会懒着的话 那么心里面很在意他的话 那么你应该要做处理 处理你的这种 处理你的这种懒着 因为有一天 你第一个 你拥有你是很欢喜 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非常 欢喜是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非常懒着 你很担心他 天天 担心他的话 那这个你就要处理了 因为他会让你患得患失 你的心没有办法 安住在解脱上 真的 因为你的心一直在世间 你就没有办法出世间 你分不出多少心来出世间 世间想 习惯了 你出世间想就不容易 你不可能说 我既要断烦恼 我又贪恋着五欲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五欲就会生烦恼 但是不是叫你 都吃不好的 穿不好的 像提伯道都这样 修苦行 那也不是 而是 你随远受用 那么你在受用这一些 你拥有什么就拥有什么 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 你重点不在于 你拥有什么跟没有什么 这些人事物 五欲世间的上 而是 你在意的不是你拥有的人事物 而是 你在意 我有没有烦恼 我有没有戒定会 我有没有佛法之见 你在意的是这个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赶快 赶快 但是也不要因为佛法起贪汉 比如说我们没有功德 我们就修功德 但是为了修功德 跟人家吵架 人家这个师父叫我做这个 这个罪有福报 我来修这个 你怎么抢我的功德 这样的观念又不对 那做法会 站在第一个前面 好像比较能够得到佛光加倍 那么 忽然间叫你排去第二个 你就不高兴了 一直都是我占第一个的 你现在叫我占第二个 现在是我前卷的比较少事吗 我告诉你 这事实在是有这种人 有这种事 那么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它就是 你是很花心没有错 你也很喜欢拜佛没有错 但是你这个真功德 那么因为站在前面 好像佛会比较看得到 那么好像功德会比较大 这个观念第一个是错的 第二个 你为了这个 你为了这个功德 跟人家争 它就是错的 贪爱 所以有一件事会让你起烦恼 会让你执着的 你像佛陀说 供养圣者的舍利 可以有功德 对不对 所以佛陀灭后 八王争舍利 八个国王争舍利 那么你没有抢到 你心里面 这个就是爱政来的 你没有抢到 抢到的那个是多大的福报 所以我一定要抢到 不惜 不惜造恶业 也要得到舍利 那我问你 你抢了的舍利有功德吗 没有 因为舍利是什么意思 舍利是佛留下的遗骨 那留那个遗骨有什么功德 你真的把舍利拿回来供养 就有功德吗 不是 功德从哪里升起 从心嘛 那心为什么 心为什么供养舍利 看到舍利会有功德 拜舍利会有功德 是 由色身想到法身 由法身 由佛陀成就这个法身 法 我们也想学习佛的这个法 你恭敬他 你就是也能像他那样 那你要像他那样 必须要有跟他一样的心形 那么你因为这个舍利 就好像你拜孔子的像一样 你天天拜孔子的像 你就能够像孔子一样吗 没有 你就会知道 孔子到底都怎么修的 跟他学 读论语 跟他学 那你会知道 佛这么殊胜 那么我应该要怎么样 才能跟佛一样 就算没有完全一样 至少有一分像也好 对不对 那所以这样 因为你的心像佛 你的人学佛 那么你就生起功德 依法 依法 得功德 不是依那个舍利得功德 那个舍利是引发你的心的 那个舍利是为了引发你的心 就好像这个经 你读经有功德 是因为你了解了修行的道理 那知道怎么修行 有智慧了 那么从智慧得功德的 不是把经读过一遍 甚至一字一拜拜一遍 甚至把他拿在那边拜 天天拜 拜那个经就有功德 不是这样子的 功德 当然这样也有 这样是你恭敬法而已 但是你没有得到读经的功德 读经是有智慧的功德 恭敬是有恭敬的功德 信心是有信心的功德 但佛法最主要的功德在智慧 所以我前几年看见那个 每次到过年 台北那个龙山寺 还是什么寺里面都有那种 过年不是都要点灯吗 还是写那个什么 我不晓得 我就点灯 也插头箱也有 还有点灯 他那个名额有限制 为了抢名额都要去排队 有没有 那抢不到还要打架 你看 光明灯还没点 人就黑暗了 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 爱政的心出来 那如果 比如说 那么一个电影 你跟你家排排很久 我一定要看到 这个东西 我一定要吃到 我今天不吃到 我不甘愿 假设有这种人事物 我没有得到 我不甘愿 我得到了 我非常反省 雀跃不已 假设有这种情况 那你就要警觉性了 你有这种情况 说明什么 说明你内在的烦恼 贪爱 如果把贪爱分成十几 好像地震分十几一样 那它就是一种地震 它会摧毁什么 摧毁你建起来的功德 它有威力 那么假设 假设你在人事物上 一切诸行上 你有这样 没有得到不行 我不甘愿 死都不甘愿 真的死了 你也没有什么甘愿不甘愿 那么死都不甘愿 那么如果得到了 我死也甘愿 很多人这样 是不是 假设 我相信大家在场的 应该没有人会这样 但是假设有这种情况 你应该要有警觉性 就是这个东西会迫害你 就是这一件事会迫害你 不管你说你多用功 一天拜 一天拜多少拜 念多少佛 念多少奏 拜多少颤 我告诉你 就算就是你的房子 不管盖得多漂亮 里面的装潢多好 里面的古董多少 一个地震来 全部摧毁掉 这个就是 你就住在地震带上 地震带 是你内心的地震带 它 因为什么 它一定会发生 为什么 无常 除非你的福报非常大 福报再怎么大 也是无常 它一定会破坏掉 那你不要小看这种东西 它会累积 就好像地震能量会累积 这一世你没有处理 它会带到下一世 下一世又习惯 你又没有佛法 没有人提醒你 你没有警觉性 你自己又不会警觉 第一个没有人提醒你 第二个提醒你了 你又没有去注意 你注意了 你又没有一直注意 忘记了 很快就忘记 你不把它当一回事 累积累积 那就习惯了 习惯就是什么 习惯就是直取无欲 习惯就是 如果 如果是我的 那么一定就是我的 如果不是我的 最好也是我的 那心里面 心里面一直在这个东西 其实很多人是这样 以前我们也这样 看见很多东西很羡慕 羡慕嫉妒别人所拥有的 希望能够拥有 但是当发现自己不能拥有那个的时候 我们从嫉妒会产生什么 产生反社会情节 那些人 为父不忍 那些人怎么样 那这种事 这种事根本就怎样怎样 那么你开始 但是你对你所拥有的 就是说你的爱振心 你不要看这个 这种就是爱振心 不断地增长增长增长 就从欢喜赞叹 开始进入什么 懒卓 懒 欢喜可能还只是表面的而已 欢喜赞叹就更生一层了 老实讲 这个东西很好 哇 你很欢喜 心里没有欢喜 欢喜到 哇 怎么这么好 那又不一样了 对不对 不自觉地就觉得 哇 怎么这么好 那么这种欢喜又进一步了 那倒没有它不行 就是一直想拥有 心一直在这个境界上 那个就是拦着了 那个就是拦着 就好像水在表面上 太阳一下就干了 那没关系 生一层的话 太阳晒还不一定干 到最后结合在一起 那地下 在地下清晨一个水 就算太阳晒也不会干 那么所以你就兼住 懒卓兼住 所以它要修你厌礼 其实就是说我们 一般 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 我们 我们这个 对这个人事物的一个染拙 如果很深的话 那么最好 最好你不要 你就是要出 你第一个要警觉性 那么要怎么警觉呢 哎呀 因为你要常常观察 你的心才知道 你如果一般我们的 一般我们的心 很少向内观 都是向外求 看谁谁谁 怎样怎样怎样 就是向外看 你很容易看见别人有烦恼 但很少会看见自己有烦恼 那么看见别人有烦恼 就觉得 要赶快处理比较好 看见自己有烦恼 就觉得你没什么大不了 那么通常都是这样 但是你 你如果能够申请警觉性 那么你的心 把放在外面的心 收回来 闷子就这样讲 学问之道无他 那么 收起放心而已 就是你把你放失去的心 收回来而已 那么就是 因为我们的心向外放 心如平原意 那么意放难受 就是在平原跑的 你放出去的 很难跑的回来 因为外面的境界很殊胜 那现在当你有厌离心的时候 你就渐渐能够收回来 就是多数的时候 来观察自己的心 的浮动现象 那么你越不浮动 越不因境界浮动 你的心就越定 那我们打坐 观呼吸 修禅定 不外瘀就是训练 让我们的心 不受外界的影响 你打坐的时候也有境界 但是那个境界 比较平静的境界 它并不是没有境界 那一样有声音 你仔细听也是有 像我们现在仔细听 也有声音 但是因为我们 只是在听去没有听到 有鸟叫的声音 有风吹动的声音 那一样有 但是如果你能够 你能够把心放在 训练 专注观察 内在的 内在的心 那么渐渐渐渐 你对于外在的境界 你对于外在的境界 那么你就比较不直取 当然你一起来的时候 你也很容易直取 但是你就是依这个心训练 渐渐对外界的 就好像你在打坐的时候 外面哪一个人经过 哪一只鸟经过 哪个什么声音经过 你都不理它 你指你现在的呼吸 好 那么这种心训练习惯 现前你从禅堂起来 从禅殿上起来 现前发生什么事 你都不注意 你注意什么 注意内心的情绪 受向闲 所以他一直跟你讲 受有苦受热受 不苦不热受 那你在苦乐不苦不乐 你感受也有 但是你不直取 不会因为苦而苦 也不会因为热而热 但是你知道有苦有热 那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当你这种 当你这种心 不断不断训练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 不会烂着外面的无欲 看见别人在数钱 你也不会有任何想法 你会说这个钱 这个人怎么那么多钱 给我多好 哪一天我也希望 有这么多钱 那个心就不一样了 那个心就是一种羡慕嫉妒 那个就是你的心 趋向于哪里 趋向于你要有钱 对不对 那叫世间想 那你就想 你如果这样想 看见那个人那么多钱 看见人家房子这么漂亮 那么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哇 房子这么漂亮 这个人好有福报 哪一天我也有这么福报 多好 那个心就是五欲了 那个心就是五欲想了 那你如果 那你要怎么想呢 你基本上就是说 哎呀 这个人真有福报 他一定修很多善法 但是我比他更有福报 因为我知道佛法 那我过去 如果我真正认真佛法 我以后在天上的房子 会比这个更大件 但是 就算我生到天上 房子是他的三十倍 里面都是黄金布地 有一天也会跟他一样 死了就没有了 所以我应该好好的 不要揽着这个武艺 我要怎么样 我要修学佛法 只有涅槃 只有解脱 是真正的书胜 好 你这样想了 就不一样了 你还会 你还会看见人家 有大房子 有大车子 那有钱 羡慕吗 没有 你只羡慕 那个解脱的圣者 那不一样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厌离心 那你平常要这样想 不管你年纪多大 或是不管你多年轻 都一样 因为死亡 那么一次一次的轮回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 不管你现在拥有多少钱 穷还是富 那么未来 但是有些人未来就 要升天 好 他有升天想也很好 是真上身先 但是也不就近 老实讲 所以 但是至少 让他可以真上行善 但是如果他可以 因为佛陀 听佛陀的话 起真上身心 修善不思 持戒忍辱 那么他未来 要看他 他未来也有因缘 因为他是听佛陀的话 这样做的 相信佛陀就这样做的 那么你相信佛陀的话 那么依教奉行 照着佛陀的话去做 你未来还有可能 在清静到佛法 对不对 因为你内心有很根深底固 佛法是好的这个概念 那么要看个人的福报 跟那个佛法 那个信根到哪里 如果很深的话 那么你未来还会再遇见佛法 如果没有的话 就很难说 你的那个信 证信 证件没有很具足 所以当你有福报的时候 你就忘记佛法了 忘记佛法 开始就造业了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怎么修宴离住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在人事物的五欲境界上 五欲五成的境界上 不管你已得的 未得的 那么你都要好好的 关照你的心 像我去一个道场 那个道场的法师 很喜欢收起那个城乡 那城乡现在越来越贵 因为现在很难买得到嘛 而且烧了就没有了 好像早期有一个法师 也很喜欢收起普洱茶一样 越收多少多久 结果因为普洱茶是越放 越久然后越值钱 越难得 他放啊放啊 越收起越多 因为会变成一种习惯 你知道吗 就看到好的不收 就觉得心痒痒的 收啊收啊 收到一堆 哪一天 他不知道那一天会死 死了 那个普洱茶 因为做空的 都发给其他的 他一个饼也没有喝到 我就说这个法师 真可怜 真的 因为他总觉得 因为你越久就越舍不得喝 我不会骗你 真的是这样 比如说这个是20年的饼 我只是举例啦 如果真的有这个法师 你不要怪我啦 我不是在说你啦 他有20个饼 比如说一个饼20年了 30年的 文革时期的 喝喝喝 但是他觉得放40年更值钱 对不对 放了40年 放50年更有钱 那个等级是不一样的 他越舍不得喝 只有在他死的时候 这个你收起的茶 泡一杯别给你喝 他也不 因为他收起那么多 他们就觉得 哎呀他收起那么多 都没有喝到 泡一杯给他喝 他也不一定喝得到 还有一个法师 我们在家里也很多这样 不是没有 只是收起的东西不一样 还有一个法师 他说有时候我会想 那我在收起什么 我们会这样想 好 那有一个法师 说起沉香 他很喜欢沉香 那个沉香也是 沉香跟普洱茶一样 喝一饼就扫一饼 烧一盘 烧一块就扫一块 而且那个沉香 要积极起来很难 而且现在很多 很多种沉香的地方 都禁止出口 有没有 越南啊 那也禁止出口 好啊 那你就 非常珍贵啊 它会 那沉香又贵得要死 真的 很非常贵 一棵 都这么大棵的 一棵就要一万 那一串就要一百多万 吓死人 但是 但是有钱的人 怕的是没有那个东西 不怕 不怕没有钱 你知道吗 他说起来 他那佛像的沉香 哇 他天天看 天天看 就很担心那个沉香 他一方面很高兴 一方面很担心 高兴就是 哇 这个沉香越来越少 以前这一尊买的时候 五十万 现在两百万都买不到了 哇 想到就高兴 你知道吗 但是越值钱 他就越担心这一尊 你知道吗 我说 你现在 要不 你把这个沉香 佛像送给人 因为他在你的内心 一直是个负担 哪一天 哪一天 你要真的往生 你会变成 守这个沉香的鬼 真的 我不会骗你 真的 你执着这个污子 你就做守污鬼 你执着你的钱 你就做守财鬼 你执着你的身体 你就做守财鬼 真的 因为他重点在执着 你 这个东西 有一天一定不是你的 可是你收集了这么久 你会不会甘愿 你不甘愿 那么你的心 是不是一直放在 你只要 你没看到 埋在里面 叫做水面 你一看到 你就会想 对不对 那你常常看到 你就常常想 所以 你的心 都在世间武欲上 这个时候 你最好 你最好把它处理掉 要不然 第一个 你能够处理 你不要处理这件东西 你处理你的内心 你要常常修院理想 它再不妨碍你 那这个就没关系 当然 先处理你的心 不执着这个东西 这个是可以的 你修院理想 我只是拥有它 暂时拥有它 好 那这个是 沉香的佛像 那么 是代表佛 那么 比佛的五分法身 比这个沉香 更什么 更香 因为沉香 还要顺风 才闻得到 佛的界定会香 逆风 也可以闻得到 那么你这样观 它申请你的善法 那这个沉香 就没有过患 有什么 有利益 那如果没有 你一直在这个执着上 那你最好把它处理掉 那如果是沉香的话 比如说 那些想 那你能够烧 就尽快赶快烧了供佛 你不用 你不用 你不用放着 等他什么 等他涨价 那等他涨价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那个不对 那个你就是 从这些里面 一直在想 无欲 从这些得到利益 那不要 你应该要知道 你应该要知道 世间的一切 没有一件东西 是你 即使你身体 你如果这么执着我 那你一定执着我 我告诉你 一定的 那么你的我所爱 没有先去除 你的我是不能去除的 我爱是不能去除的 那你要观察这一些 那么假设 当然最好就是 你要生厌离 厌离就是 我不要再执着他 我拥有他 当然是幸福 我没有他 我一样很幸福 你是因为什么幸福 因为佛法幸福 你要常常这样想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这种问题 要是这样 那么但是 我们就要 好好的想 不管是人 事 物 你可以拥有 你不用丢掉 但是如果你执着的话 那么你要常常 修厌离想 你要观五场 那世间 这个是暂时拥有 那么如果我有 拥有这种东西 表示我的福报 我应该用福报 再来修福报 或是我把这个东西 来什么 来增长我的福报 那么我借这个东西 来增长我的出离心 那我每次看到他 我会想 我的执着心 有没有少一点 来当作练习 我的执着心 又没有少一点 那么如果有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你练习的所缘 如果没有 那个就是你 真烦恼的所缘 你的烦恼所缘 就在这个东西上面 这件人身上 这件事上面 如果有 那个就是你出离心 就依这个 就愿离嘛 好 我们先下课 谢谢大家